随着社会城市化水平的提升,现代化的大型体育场,为了增加使用价值,除了服务常规的体育赛事之外,还会在文娱领域开发新的功能属性。 而球迷比较司空见惯的事情可能就是足球场,被用于承拔明星演唱会了,近日华语流行乐队五月千,在上海金山体育场,举行了自己的演唱会,这虽然只是普通的演唱会,但是也引发了部分上海球迷的担心,因为金山体育场是终在球队上海山心的主场,举办演唱会难以避免对草庭的破坏, 从而可能会影响主队在此进行的比赛。 近日知名体育记者在社交媒体上筛出了一张照片,并陪完成这句说是五月千演唱会过后的金山体育中心草坪,而图片中稀疏的见乎他平的草坪,让球迷也是十分惊讶。 据悉,该场演唱会曾考虑在中超球队上海深花的主场红口体育场,以及上海深港的主场八万人体育场去行,不过因为两支球队,近期都有主场比赛,而上海深仙恰恰是两轮客场的比赛,所以最终选择金山体育场去行。 不过网上曝光的照片并不准确,去现场实拍照片来看,该演唱会只占据了体育场的一部分的区域,主场草坪和新区域,被围起来禁止进入,同时演唱会占据的部分草坪,也被用专用保护电子系遮挡好。 被卡平的草坪也只是体育场边缘的一小部分而已,并不会影响足球比赛的正常进行,上海深仙将在本周六个场营战青岛广海,下一个主场比赛是在8月12日主场营战浙江绿城,被炫坏的小部分草坪也将有充足的时间进行修复,不会影响上海深仙随后的主场赛事。